从西装换上一身军绿色中山装 临任总书记隔天 习近平就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 指示军队学习二十大精神 重点就是要抢军 要把聚焦点和着力点 放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上 这是未来五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 二零二七解放军建军百年 先前就传出习近平要求军队 在这个时间点上要完成攻台准备 不知口号 瞄准台湾的迹象也呈现在人事布局 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跟军委苗华 都有福建三十一集团军任职历练 这是当年八二三炮战共军主力 其中的何卫东就在东部战区的司令 他升军委副主席应该说是跟台湾有一定的关系 出发 是 是 此外排行第一的新任军委李尚福 预计明年接掌大陆国防部 由于李尚福是解放军史上第一个 因为向俄罗斯采购武器 而被美国制裁的将领 也由港媒解读 选他当国防部长 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而解放军高层近年来换血幅度之大 也引发学者关注 从下指令喊口号到人事布局扩张军备 不少学者直言 未来五年台湾军事压力恐怕会不断上升 TV新闻张世民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